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攝的是我們的 Sony Xperia手機分解 因為它的電池有點膨脹 所以我想說 它都已經自己把它自己撐開來 那我們就把它分解 看看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先從打燈開始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一點不一樣的 今天我們要玩一下這一根 KUBO BOOM杆 那我想說我們可以把這個平板燈 直接BOOM到我拍攝的頭頂上 然後我們再看看要怎麼去處理它 OK 我們成功把一根BOOM杆把一盞燈 飛到我們的頭頂上 那上面那一盞是Aputure的Tri-8 那現在拍起來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有點比較硬的感覺 那我想說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控光幕 直接讓光線變柔和一些 OK 那我們把一個超大的控光幕放到頭頂上 那現在拍起來看起來更加柔和 就比較沒有影子 看得出來在我的身上 跟我任何拍攝的東西上面 就是一個完美的柔和點光 接下來我們要加一點比較有方向性的燈 像是我們這一個叫做Adam Cube RX-7的小小口袋燈 那我想說我們用這個 章魚腳把它夾到這個頂天立地下上面 你看 大燈 小燈 但我們今天要玩一下小燈 那這個小燈呢 它的照射角度是比較寬廣的 幾乎是180度 所以我就在前面加了這個大力膠 讓它的光線不會照到旁邊的東西 就更可以控制你的光線 OK 那我要再加另外一盞小燈 這是我們的Aputure F7 那我想說我們可以把它丟到 我的櫃子上面那邊 然後我們照射櫃子 因為我們櫃子剛好是白色的 那我們直接反射到我們的人後面 讓人後面有一個自然柔和的輪廓 OK 那我們最後又再加兩支神奇的中國LED燈棒 我就把它放在後面當背景 裝飾裝飾用 好啦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燈光 一二三四五 五盞燈輕鬆解決 那現在上面那一盞Tri-8 跟後面的那個F7 我都射成5600K 比較白的色溫 那這一盞呢 Atom Cube RX-7 我把它射成5000K 稍微黃一點點 但是不要差距太大 就是稍微讓我的膚色看起來更溫 更黃一點點 看起來比較討喜 就這樣啦 小小的細節 今天我們又要來雙機拍攝 那一台攝影機呢 我會放在我的頭頂上 比較...也不算頭頂上 就是放比較高的地方 從上往下看 拍到我桌面上在直行的東西 那另外一台攝影機呢 就是跟我的視線水平 就是來跟我對話的那一顆鏡頭 那一顆跟我對話的鏡頭 我要換成11mm 那這一顆是我們的Irex 11mm F4鏡頭 全片幅導 這顆鏡頭真的很特別 那這一顆是Sigma的2435 那我待會應該會在35端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那我們兩台攝影機 同時加到同一支三角架上面 那下面這一支呢 我用一個C角 然後用一個... 有點像雨傘關節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球型雲台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攝影機架上去 那上面這一台呢 就是直接用那個... 那個齒輪雲台 然後就直接拍攝我們的桌子上面的東西 好啦 那我們可以直接開始拍攝囉 OK 那我們的影片就這樣拍完了 那我們剛剛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RX7呢 它的電... 就是它邊插邊用 它可能就是... 還是會吃電池吧 所以我沒有注意它的電池就被我... 在試拍的時候就把它燒光了 所以我把它換成兩個MC代替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拍一片日常影片 那當然先問這邊 按個讚、訂閱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